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就觉得还挺完美 初三开始的吧 那那个时候就不好好学习了 我喜欢上学 我不喜欢上课 不喜欢写作业 虽然我也不写作业 现在高中都不算了 我现在做的选择就是 脱产了 初学选音乐 我的要求有步动 你把高中读好 大学读好 我就是那种有想法 我一定要做到的那种 他叫文化课不肯读 这个是我很反对的 初中三年全在读书 感觉那三年 我天赋全被浪费掉了 高中没上的话 在国内你就是没有大学读的 不应该把你很多时间 放在读书上面 17、8岁 他想的事情 没有我们成熟 他们就整天就这样打压我 有时候我来管他 他不让我管 只要他不改变自己的观念 教小孩永远是失败 我们也急 你说他他也不听 一边是极度渴望自由 想要跳脱常规的静染 一边是按部就班 总想用成人世界的既定框架 规划儿子成长的父母 当双方直面 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写不曾 ol 我费来 他不会坐车 他重要是 我费来 既然是 同学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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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历练后 明白父母的苦心 即将开始的变形之旅 会让黄敬然有所改变吗 我都快要飞了 大山我来了 有羊吗有牛吗 环境我挺喜欢的 很开心 很自己 幸福美满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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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变形要去 学乖一点不能捣乱啊 等你回去的话 会不会看到不厌了你 你可以在山上去跑跑 多年多年 不要整天先在家里一样 我只得下午才起来 你要有电脑 你在哪里都一样 你没电脑 这次给你住 你住得了了 你待得住的啊 对吧 就算我们家里 你也待不住啊 爸爸只能送你到这儿 爸爸只能送你到这儿 感觉到了自由 再见 阿姨好 我是来你们家的 麻烦阿姨照顾一下 没关系的 不然你就叫人家吧 好 好的 好的妈妈 我帮你了 见到农村妈妈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皮肤黑黑的 好像看起来也不太爱讲话 很亲切很朴实的感觉 好大啊 比我房间大 担心竟然适应不了 新环境的黄爸爸 决定留下来 多观察一段时间 好 跑到哪里去 跑到哪里去 还要找什么东西 这边风景是真好 这里风景这么好 也没人想搞一下开发 这边搞个旅游开发 车名不就付了吗 你看这边是云南 那边是四川 这个地方肯定是古代打仗的时候 兵家必争之地 你还可以编点故事 说这面湖以前怎么怎么样 对吧 哇 这个湖真的太漂亮了 我还回来了 看到了 妈 妈 你回来了 我刚回来了 坐吧 你会生火 要我帮你烧火好了 可以 我帮你烧火 你会生火 我会 在哪里 做 更多 促习 警察 船长 在哪里 我 我在烧火的时候看到 小雨在操台上面写满了英语单词 这么刻苦 成绩又是全校第一 感觉十分的佩服 有你们这么多人盯着看 是我是发现 就知道他这样子不下去 看你们照顾 很好 你 你在哪儿 不是 来 你 那就很好 去接弟弟妹妹 说想快点去熟悉弟弟妹妹 女孩 叫哥哥好 妖妹快点叫 不行 有点怕生吧 都不看我 就直接牵着妈妈 书包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书包 对不对 我帮你拿书包吧 不要 不要我妈的 妹妹害羞吧 我觉得 你不会做的就问哥哥 我帮你拿书包吧 我帮你拿书包 妈妈 最后生意再提打紧 去问哥哥 哪个 他不问你就算了 嗯 你如果是他的生意 如果很困的话你去睡一会吧 没事 特别是想融入他们 你融入他们之后 你知道关系融洽 你心里也开心 跟他们 特别是想融入他们 你就把哥哥当成是你的姐姐 你就把哥哥当成是你的姐姐 我把你烧火 这个菜可以了 把它摇起来 先洗筷子再洗碗 扫一下这个地板 好嘞 他有一个像做哥哥的样子 比我想象中的城市孩子要好的态度 这怎么都卖出去 给弟弟妹妹买牛奶 给家里面买点牛奶 昨天刚看了书 就说礼物呢 这个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给他准备一点礼物 他肯定会很感动吧 这样是不是会更快地促进我们的感情 想不想吃零食 想啊 想啊 待会你们去挑 你有钱吗 我有钱的 那多少 我120块钱买了 我卖你60好了 你还可以砍价 你随便砍 我只有40 40 45块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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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们要吃什么 买 买零食吃 他要喝这个 要买这个 要给妈妈买一个 带个香油好了 礼物呢 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谢谢哥哥 谢谢 没事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 啊 啊 啊 好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带着弟弟妹妹对吧 吃好 喝好 这种生活过起来就是很好 超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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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动了 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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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刚去把我鞋子卖掉了 你干嘛卖掉了 你干嘛卖掉了 买个 想买点东西 给家里买瓶香油 你你卖鞋子干嘛呀 给家里买瓶香油吗 你卖多少钱啊 卖了45 多少钱买的 120块钱买的 新的 新的 没穿过的 没穿过 你还真会做生意啊 你还真会做生意啊 把妈妈切开 妈妈你看 把妈妈切开就要毛起 切切切切切切 把妈妈在保护你 这些没什么好吃的 这些饮料喝太多了不好的 我只喝了一瓶 还有这个 这个我给那个 是一种无声的鱼 不好的 不好的 你120块才卖45块 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一 我也不缺这点钱了 其实我就想给弟妹买点吃的 我知道你是不缺钱 那你照这样计算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亿 几年下来 你照这样花的话 能花几年啊 哎呦这个 对啊 我平时不会照 村里也没办法 不要说是在村里啊 就是在城市里 你不会有人给你一杯二的 少乎点 我都无语了 我真的无语了 确实会有落差 他不应该说我的 我是为了真的是想给家里买点东西 给弟弟妹妹吃点东西我才去做这些事情 和那个北海水还好一点 把他当做是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嘛 他既然来到我家 就要学一下我家的小孩是怎么用钱的 再没有钱花也不能买鞋啊 卖衣服那些了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说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个鞋我不穿 我放在那里 这就是零块钱的价值啊 卖掉还能 再少少浪费个四十五块钱 那你的意思是 你还很划算了 还挺好的啊 可是再沟通下去也沟通不了 理解不过来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难受 跑到当初是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像个局外人一样 他既然来到我家 他也不会懂 过没成功的意思 理故呢 是一种无声音的语言 你上次要花的话 没花几年 我也不缺这点想啊 我想去和他再沟通啊 雷哥 你要去哪里啊 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 芒果仔带你玩转芒果星球 扫描下方二维码 或打开芒果TVAPP 领养你的专属芒果仔 和他一起参与芒果星球公益行动 被删去孩子们的目标 被删去孩子们的木匠 处立护航 向前走 留下的是难过 追一步 总会害过天空 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 伸出你的手 抛开主管 试着接受 但悲伤在心里 永远不停留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该要满足 哦 经过那些无助 我们学会在乎 学会珍惜从前 来自不易的幸福 哦 如果换一换 站在别人的角度 也许能明白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自己糊涂 哦 用心去看清楚 曾经犯的错误 告诉命运 我们没有输 告诉命运 在岁月 作词